世界是什么 世界就是神啊 而且魔族原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并不会受到这个世界对于神的约束 而那个层次究竟是怎样的 在圣殿联盟的典籍中根本就没有过记载 因为从来没有人类能够达到那种程度 想要战胜魔神皇 任重而道远 龙好神心中一边想着 一边朝着远方击齿 果然如他判断的那样 魔神皇的精神探测 虽然每隔一段时间会落在他身上 但都会被他极度浓缩在身体表面的精神里 扭曲滑开 这种感觉就像是龙好尘是一块石头 被精神探测过一样 魔神皇的精神探测始终都没有增强 这就意味着他应该没有发现龙好尘的存在 但就算如此 龙好尘也不甘有丝毫的放松 也就是全神贯注的感受着周围的变化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他会立刻通过传送回到永恒之塔中去 驱魔关外 魔族大营 一座刚刚剑气巨大的深紫色营帐中 魔神皇盘系而坐 双目闭合 他双手在身前做出了一个奇异的动作 这巨大的营帐 至少有五百平米 十分的宽敞 但整个营帐内 却是有魔神皇和身后的月魔神 两位魔族大能 月魔神阿加雷斯 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魔神皇的背后 眼中神光闪烁 时不时地向周围扫视着 人类猎魔团 偷袭魔神皇的情况 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 虽说魔神皇和那些人类相比 那些人类的实力不足为惧 但他们总有着层出不穷的刺杀办法 所以就算是魔神皇 也不得不小心一些 魔神皇散发出的恐怖精神力 先是透过帐篷冲入到高空 然后再向周围散播开来 否则的话 要是这魔族打印中的魔族 被他这般恐怖的精神力扫过 恐怕一个个的都得瘫软在地 不能动他了 十位魔族第二主魔神 阿加雷斯的实力 是魔族中最为接近魔神皇的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更明白魔神皇实力的恐怖 魔神皇的实力 早已经超越了魔的范畴 而是神的层次了 他那恐怖的精神力 连阿加雷斯都会觉得战力 他很清楚地知道 虽然自己是魔族第二主魔神 但就算他加上魔神 瓦沙克 死灵魔神 萨米基纳 和地狱魔神 马尔巴士 也绝不是魔神皇的对手 别说人类不知道 魔神皇的实力有多强 就算是他们这些魔神 也不清楚魔神皇的极致 在什么地方 作为魔族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魔神 风秀内心之中真正的想法 没有谁会知道 冲天的恐怖精神力 徐徐收敛 魔神皇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嘴角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陛下 有错发现吗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无论当着谁的面 你都叫我大哥 不要叫陛下 我们是兄弟 离不可费 我是为第二主魔神 更有其道表率作用 大哥的威严 在魔族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你啊你啊 随你吧 大哥有所发现吗 那个小家伙还真是狡猾 只是出现了一瞬间就消失了 应该就是阿宝所说的 那件传送宝物所致 我也没办法捕捉到他的空间位置 恐怕是神气级的传送之物了 果然和三弟预言的一样 看来想要抓住他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实力不强 但却足够狡猾 真是可惜了 可惜 大哥 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 你心中好像并不想杀死这个人类似的 不想杀又如何 还不是一样要杀 与我足千九万载相比 一个人算什么 就算这个人是阿宝 也一样要死 说到了这里 他眉毛突然一跳 英俊的面膀上多了一丝冷笑 这些人类的老不死还真是看得起我啊 周围至少埋伏了三指列魔团 都是个体实力超过二十万灵力的 这是怕我向驱魔官动手了 他没有哪里知道 在我眼中 驱魔官算什么 大哥 要不要我去教训教训他们 不用了 这些家伙狡猾得很 我到最后时刻 他们是不会经意与我们动手的 我也懒得理他们 等我处理完眼前这件事 再拿到神底之位后 自然要将他们肃清一遍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都不对付他们吗 因为我要让人类安心 让他们以为 我真的被他们的人看住了 这份均衡不能轻易破坏 否则人类与死网破 对我们来说 并没有什么好处 这次胜战的目的 基本已经达到了 大哥 我们什么时候结束 这两年 咱们的损失也很大 不过人口奇数 基本调整过来了 东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目前情况还不错 您命令家族开发 对海洋生物的捕捞 今年提供的食物 比去年又多了三成左右 再加上圣战 令我族人口锐减 暂时维持问题不大 而且这些年以来 您一直鼓励开垦种植 那些人类也还损听话 两时产量 每年都在增加 这就好 在圣殿联盟抓取工匠的事 要继续抓紧 等圣战结束之后 这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 最重要的事 还有 进一步鼓励人类生 只有被我族训化的人类数量 达到一定程度后 我们才可以去覆灭圣殿联盟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大陆一统 大哥请求万载 还年轻呢 不年轻了 不过 如果让我稳固神位 永远统治下去 也并非不可能 等我杀了那龙浩尘之后 这场圣战 也可以结束了 人类这次也是元气大伤 对他们的震慑足矣了 是 龙浩尘 在旷野中 已经狂奔了两天两夜了 为了尽可能地 掩饰自身纯净的光元素 他所能倚仗的 只有双腿 在急速狂奔一天后 他已经感受不到 魔神皇的精神探测 显然 已经脱离了 魔神皇精神探测的范围 但就算如此 他也不敢有丝毫的挺顿 对于他来说 更重要的还在后面呢 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吸引魔神皇的注意 为了拉开 与魔神皇的距离 龙浩尘是一直向着 东南的方向赶路 两天的时间 已经让他穿过了 一个魔族行手 抵达了 位于魔族中北部的加罗行省 在魔族二十四个行省中 中央行省 其实并没有位于魔族的正中间 大陆被圣殿联盟 占据了西北角 魔族呢 占据了其他广袤的地域 从整个大陆来看 中央行省 其实就是位于 大陆中南部偏东的位置 距离魔族中央行省 最近的战士圣殿 所在的东南要塞 而曲莫关就很远了 但魔族面积极为广阔 龙浩尘一个人 进入魔族内部 简直就像是如鱼得水一般 在这种情况下 魔神皇想要找到他 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两天 龙浩尘也不是白跑的 在狂奔之中 气血涌动 再加上 他可以催动内灵力运转 内伤基本上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进入加罗行省 已经可以算是 进入魔族内部了 他也完全可以松口气 接下来 就是要闹些动静 让魔神皇知道才行 从永恒旋律中 取出了月夜 给他的地图 摊开查看 这张极其详尽的地图上 不止记载了地形 城市 甚至还有魔族 种族 在各地铸扎的情况 当然了 眼下考虑到盛展 现在的情况 应该会有所改变 加罗行省位置极为便利 首辅加罗城 位于咽喉耀岛 按照地图措示 这里啊 有着一位魔神在主扎 72主魔神中 排名第57的 暴魔神 欧赛 统帅暴魔神 驻扎在加罗行省 暴魔族在魔族中 并不算是主战种族 因为数量较少 但他们很有特点 战斗时 虽然没有雄魔族 牛魔族那么彪悍 但速度却奇怪 擅长偷袭 攻击力也是十分惊人 属于速度 与攻击并虫的种族 在整体数量上 和雅克魔差不多 但因为 有魔神血脉传承 所以 在实力和地位上啊 都要超过雅克族 龙浩尘想了半天 就这暴魔族了 随后的锁定目标 只是不知道 这排名第57位的 暴魔神 欧赛 是否在加罗城中 无论他在不在 龙浩尘 都已经决定 通过这次突袭 告诉魔神皇 自己 已经深入了 魔族内部 引动了永恒旋律 下一刻 龙浩尘已经回归了 永恒之塔中 光之陈西里魔团的众人 都在原地修炼 龙浩尘的回归 令他们立刻 从修炼中 清醒了过来 浩尘 怎么样 我已经深入魔族了 目前进入到了 加罗行省境内 大家准备一下 我们传送的地点 位于加罗行省北方 距离其首府 加罗城 大约400余里 加罗城 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目标 两个时针后出发 连续两天的赶路 虽然令他疗伤晚闭 但精神呢 也是相当的疲倦 毕竟他一直都处在 精神紧绷的状态下 总要 休息调整一下的行动 众人纷纷点头 眼看龙浩尘平安归来 就证明他们 已经是完全摆脱了 魔神皇 再一次深入魔族 并且要发起进攻 他们又怎能不兴奋呢 一个个不禁有些 魔拳擦掌 龙浩尘 走到杨文昭和段义 身边蹲了下来 杨兄 段兄 你们的伤势怎么样 好些了吗 看到龙浩尘 杨文昭和段义 不禁有些白杆交集啊 当他们被龙旗魔神 阿斯莫德击溃之后 根本没想过 自己还有活下来的可能 但却没想到 却被他们在 骑士圣殿中 最大的竞争对手所救 当年 大家还都是 刚刚进行 猎魔者考核的时候 龙浩尘的修为 还不如他们二人呢 眼下 时光荏苒 虽然 他们也同样 很久没见过龙浩尘了 但龙浩尘的事迹 他们却都知道得很清楚 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击碎魔神柱的人 引发魔神皇 对整个圣殿联盟 发起圣战 联盟力挺 击杀过魔神 这每一样 都是那么的令人震撼 都是他们无可逾越的巅峰 杨文昭和段义 同样是天赋极高的启士 少年时 即是天才 如果放在以往的年代 他们必然是 其实圣殿 最重视的培养对象 可他们 就和龙浩尘 生在同一个年代 这就注定了 他们只能成为 光明之子的陪衬 浩尘 只是叫出这两个字 杨文昭的声音 便哽咽了 一时间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白感交集中 他不禁略微低下了头 不愿意去看龙浩尘 那英俊的 完美的面庞 杨文昭 韩宇 龙浩尘 他们都是骑士圣殿的 高层子弟 龙浩尘因为 自有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与他们的际遇 自然是十分的不同 而杨文昭和韩宇 却是有些相笑 那就是傲气 其实圣殿 乃六大圣殿之首 他们自身的家庭 还有各自的天分 从小就养成了 他们那份 渗入到骨子里的骄傲 所以 杨文昭会在不经意间 得罪了陈英尔 而韩宇 更是因为这份骄傲 当初在猎魔团 选拔赛出赛阶段 就惨败给了龙浩尘 两人那份骄傲 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 韩宇表现得更加明显 所以 也更早承受了 骄傲所带来的后果 杨文昭相比韩宇 要稳重一些 身为圣殿联盟盟主的敌尊 说他是 圣殿联盟第一太子 也毫不为过 但他从来没有 以身份压人 反而付出着 比常人更多的奴隶 为的就是有一天 能够继续 祖父的辉煌 如果没有龙浩尘 横空出世 他只要能够 一直活下去 顺利地成长 那么 他很有可能 会成为 骑士圣殿的继承人 而也正因为龙浩尘 给他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 他才更加地努力 但是 龙浩尘的天赋 实在是超越他太多了 再加上 龙浩尘自身 所付出的努力 甚至 也要比他更多 所以 他只能是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和龙浩尘的差距 是越来越大 这种感觉 一直是憋在杨文昭心中 令他时常出现 情绪不稳定的状态 这次 他和段宇两支领导团 共同行动 却遭受了 龙旗魔神 阿斯莫德 毁灭性的打击 这对杨文昭来说 实在是太沉重了 当他被 阿斯莫德擒货的时候 曾试图过自杀 却被阿斯莫德阻止了 那时 杨文昭就知道自己完了 无论实力魔团 全军覆没 是不是他的错 身为团长 他自无旁贷 哪怕是此时活起来 他也知道 自己永远不可能走上 骑士圣殿高层的位置 他又怎能不心灰意冷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